可以跟我們稍微聊一下嗎 暫時也沒辦法 對吧 談到社會住宅 新店美和時住戶 躲得躲 閃得閃 有網友在PTT公布一份 疑似住戶的會議記錄 不願說出口的心聲 難道就在裡面嗎 就是這份記錄 有住戶憤怒發言 指北市府有背信扎棋之嫌 做社會住宅 房價下跌 至少要賠償房價的一半 還有人通罵被柯皮無名化 應該雙法院控告北市府 甚至有人要求市府出錢 將社會住宅和原住戶大樓間 建一道圍牆分割出來 我不代表管委會說話 但因為我個人也反對 這樣的階級對立 因為我們想要一個環境 比較單純自然親優的環境 那社會住宅進來以後 我們認為太多的流動 我們的族人戶 包括當然我們自身的權益 會感受到是房價下跌是必然的 既然做社會住宅 那你一定有幾個套方法 你出來就說 隨便這麼房子說 我要弄了 然後就弄了 好像有點 按要弄 那我們住我們有什麼辦法 蓋圍牆分開你我他 但先前北市都發局長 林周明爆料 要求公宅住戶另外走一道門 有異曲同工之妙 疑似住戶的真心話大冒險 在網路掀起波瀾 有人酸說 竹牆是要圍豬卷 還是要當晉級的巨人 也有人說 難道住社會住宅 就比較沒水準嗎 痛批超方的是權貴階級 但這份所謂的會議記錄 敏感時刻流出 有住戶將矛頭指向 都發局 指明是裡面的決議 它不是決議 它只是一個談話的一個文字的記載 社會是不是一直有一種隱藏的一種 製造一個 創造一個階級對立的氣氛 那我不知道帶頭做人是誰 我們最近看到好像北市政府在做這個事情 而我希望我的猜測是錯的 那我希望沒有黑手在後面再操作 絕對不是由我們發展局這邊去做 對外的這個洩漏或者是流通 一份文件 美和市 台北市各說各話 在台北橋站聯海宅和柯市府槓上之後 新戰場已經打開 記者郭欣賢 光源渊 采訪報導